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香港著名歌影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继续人物评的,四,在我拍手机的时候,他曾经来看我,我打算找一位香港男演员来演《天下无策》。 梅艳芳知道后,就一直替我联系,在他生病后,还在为我找演员的事情操心,令我非常不忍。 梅艳芳的心里装着别人,他当选香港演艺人协会主席时,许多导演都去捧场。 梅艳芳非常谦虚和周到地道借,他大口地喝酒,两个小时后便追倒了。 梅艳芳来以后,他吸每一位导演打电话致歉,说他没有照顾好大嘎。 冯小刚平嘎,他是我觉得在华人乐坛里面,他是一个,他已经,就是神,女神这样。 我小时候看他,他已经感染各式各样的颜色,感穿各式各样的衣服。 就是在挑战一些,他一出来就是大家所有的流行指标这样,甚至他的表演。 还有他戏剧,他又是大者的风范。 温南平嘎,我见识了什么叫天生艺人,人人都有天分,质感和能力,但梅艳芳则没有人可以学到。 梅艳芳提携了许多后辈人,在身边朋友有难时,他挺身而出。 珍惜身边的人,他做到了。 关锦彭平嘎,梅艳芳是哪种不用教就会演戏的天才,哪种人是千年不遇的。 他像男孩一样,可以说是很有意气的。 以东升平嘎,阿梅对角色的理解力令我惊讶。 许安华平嘎,阿梅是坚强女性,歌声跟性格一样豪方,对娱乐圈贡献很大。 吴宇申平嘎,梅艳芳无可取代,他是近代最好的女艺人。 梅艳芳天生有狭气,他和杨子瓶,张曼玉演东方三合有场大家斗棚一脱,慢动作走出的镜头。 梅艳芳那狭气自然天成的感觉,就是比另外两人浓。 到其风平嘎,在我心目中,梅艳芳是一个天才演员。 他在燕之扣,英雄本色衫,半生缘等许多电影女,都曾创造过非常成功的银幕形象。 我狠看重他性格里有决断,敢担当的那种大这气质。 而正是这种气质吸引了我,决定邀请他来参演十面埋伏。 他现在突然去世,让我感到很遗憾。 导演张艺谋平的,梅艳芳与生俱来就有一种不凡的演艺天分。 无论在舞台或银幕上,都具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。 导演罗启睿平的,我觉得梅艳芳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星。 唱歌演戏都非常出色。 即使高销到39度,他都可以照样踏上台版唱歌。 唱完了,一回后台,走了两步就云了,马上送往医院。 他是一上舞台就像着了摩,达到忘我的境界,充满能量,像是变了另一个人一样。 他是要做到我在台上唱歌,全世界都要在听,我表演,全世界都要在看。 他天生就是一个一流的表演者,非常难能可贵的演出的。 他走了以后,我再没有见过一个天父才华有他七八成的女星了。 企业家杨寿承平的,梅艳芳是我见过很少有的天才,演戏的天才。 艺术家叶錦添平的,梅艳芳丝毫没有所谓大牌作风。 他不论出现在哪里都非常和善,对歌唱的投入之心,常常让所有人一边感动,一边演奏。 现场气氛如此之热烈,看得出观众是多摩爱带他,著名指挥家陈涉扬平的。 或许是小时当歌女,被人潮不起的经历,他对社会不公平的事情,都要站出来讲话,这种人在演艺圈里很少,监制甘广承平的。 好,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,今天就讲到这里,下一集我们再见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。 拜拜